夏天又到了,我們少不免會出入一些冷氣地方 究竟冷氣對於我們的呼吸道有什麼影響呢? 今集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呼吸道系統專科王子方醫生跟我們說一下 王醫生你好 Phoebe 你好 王醫生,想問一下其實出入冷氣的地方對於我們的呼吸道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對這個問題,我就想從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個角度就是冷氣究竟是怎樣去運作的 一般來說,家居冷氣其實都是把我們室內的空氣 經過一個氣泵吸入冷氣機裡面 然後經過了將它降溫,以及將它的濕度降低 然後在那個機器裡面再噴出來 所以一般來說,室內的窗口機或者家居裡面的分體式冷氣機 其實他們做的事是將室內的空氣不停在那裏循環 然後再加上冷卻和乾燥的作用 很多時候很多人,如果我們進入一個冷氣的環境裡面 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沒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一般來說,其實問題就不是在那個冷氣系統裡面 但我們都發覺有些人士,他們會出入冷氣的地方 他們會很容易出現一些呼吸道的症狀 例如是打刺,例如是咳嗽 這個其實都在反映著那個有症狀的人士 其實他們在呼吸道出現了一個敏感的狀態 那我想問一下,你剛才提過呼吸道敏感 其實呼吸道敏感本身有甚麼症狀 一般來說,呼吸道敏感就是我們說 它對於其他人都不會有一些不良反應的刺激物 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反應 通常來說,呼吸道可以分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 而上呼吸道,通常我們就說鼻的情況 鼻敏感一般都會出現打刺,流鼻水,鼻濕等情況 如果很多時候有很多的鼻分泌物 它流到喉嚨,鼻水倒流也會產生吸收的情況 如果我們的氣管也是對於冷氣 或者對於室內裡的空氣產生一個敏感的狀態 有時它甚至會出現一些氣喘的狀態 那其實冷氣機有隔層網,是否要經常洗的呢? 醫生有沒有建議我們大概幾多人洗一次? 其實我們在說一般的家居冷氣 例如窗口式的冷氣機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它有隔層網 我也想解釋其實隔層網的功用是甚麼 其實隔層網是當冷氣機把室內的空氣吸入冷氣機之前 其實它有一個網去過濾了這個室內裡所有的塵埃、病菌、所有的污髒 以至到這些空氣是不會進入到這個機裡面去影響到這個冷氣機的性能 然後出來的氣其實都是室內裡的空氣 循環出來的 當然冷氣機公司那些產品出廠的時候 他們都會提醒我們定期去洗隔層網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相信這個冷氣機製造商 其實就不是一個基於健康的考慮 最主要是基於一個冷氣機的性能和這個省電的考慮 但當然如果那些的塵埃積聚在隔層網那裡的話 如果我們在近距離接觸冷氣機的時候 就有時候我們都會可能是會 那些塵埃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呼吸道 所以我覺得一般的冷氣機製造商 他們都會有一些的指引或者一些的建議 我都看過一些冷氣機的說明書 他們都會建議或者是一個月 有些就說你大概連續做了一百個小時以上 你就應該考慮清洗隔層網 但我想重點就不是說是否去清洗隔層網 反而是哪個去清洗隔層網 如果你的氣管是敏感的話 如果你清洗隔層網的過程裡面 你可能會接觸到大量的隔層網上面的灰塵 其實那些對於那個氣管 其實真的可能產生很多很多的刺激作用 那如果我本身是真的呼吸度敏感的患者 我自己住 那我沒可能經常擦來洗 那其實如果我開冷氣 同時我開空氣清新機 會不會有幫助呢? 那空氣清新機當然對於這個空氣的質素有些幫助 不過我想我也想強調這件事 空氣清新機其實不是帶給我們一些清新的空氣 因為其實它都是把我們室內的空氣不停地在這裏流動 而只不過是透過那部機 是去隔了一些灰塵 隔了一些 比如可能一些毛 或者其他的 甚至一些細菌 那所以這方面來講 其實就是會改善到少少 我們室內的空氣的質素 但是一定是有少少幫助的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 我想都是保持隔居清潔 包括隔層網 這些都是真的需要長期去清洗的 那其實對於一個呼吸度敏感的問題 其實可以怎樣控制或者治療呢? 那對於一些比較嚴重的一些呼吸度敏感的患者 其實我們都建議他們真的去接受一些治療的 那治療方面最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們在一些症狀上面的舒緩 那譬如如果你是打痴啊 流鼻水啊 或者是覺得調氣不舒服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舒緩性的藥物可以給你了 那如果你真的那個敏感的程度比較高的話 其實我們都建議是長期用著一些藥 去減低你的呼吸度敏感 那如果在鼻敏感來說 我們都會有一些藥物 一些局部的鋁固醇的藥物 是可以噴在鼻子那裡 那所以它會減低了我們的鼻子敏感的狀態 以至到我們可能接觸到這些刺激的一些致敏源 我們都不會那麼容易產生一個比較嚴重的一個敏感的狀態 那另外氣管敏感呢 我們都很強調 其實我們需要一些預防到這個氣管敏感的藥物 我們叫做Preventer 一些吸入性的一些瘤鼻醇 可能是很低劑量的瘤鼻醇 已經可能可以幫助到我們的氣管 以至到我們的氣管不是那麼敏感的時候 也都不會那麼容易出現到這個症狀 那其實醫生會不會有一些可能關於呼吸道敏感 或者氣管敏感的一些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通常來說 呼吸道敏感的狀態 很多時候有些病人 他們比較常會出現一個叫咳嗽的情況 很多時候他們都不知道 原來他們這個咳嗽是因為那個呼吸道敏感而導致的 他們經常都會覺得我自己咳嗽 可能是不停地去找咳嗽去吃 但始終來講都解決不到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是不知道其實他們的呼吸道是有一個敏感的狀態 很多時候他們的咳嗽也都會令到他們很多很多的焦慮 因為咳嗽很多時候都會 有很多人都會和其他的一些嚴重的疾病 或者是新冠或者甚至是一些肺部 其他的一些嚴重一些肺部的疾病 可能會有這個關聯 所以通常來講 帶給很多很多病人很多的焦慮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能夠去知道 其實他們那個咳嗽是因為呼吸道敏感而導致的話 其實用一些適當的人物 已經可以大大去減少了他們的情況 也帶給病人有很多很多的 不需要病人 有太多的不必要的焦慮 那患有呼吸道敏感的患者 就記得時刻保持家居清潔 我們今天謝謝黃醫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